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 好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你們期待很久的主題 就是淘寶的小雜貨開箱 對 不是開箱 其實我錄這支影片之前已經錄過一次開箱 但是 種種原因我沒有很滿意那支影片 所以 我就只好重新拍這支影片給你們看 那就是搭神去了跟我一起拆包裹的時間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 第一樣是這個 超可愛的迷你眼鏡 有人用很驚恐的眼神看著我 這是貓咪戴的迷你眼鏡 然後我超純的 我還買了兩個花色 另外一個花色在後面娃娃身上 會很蠢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這個啊 大概都只能大概三秒到五秒 就是那個快門下去的瞬間他們就會消失 都瘋 都瘋 帶我去都瘋 你好可愛喔 你怎麼那麼乖 你今天好乖 欸 你看得到外面嗎 你今天怎麼那麼乖 還是你 還是你其實喜歡這種黑黑的感覺 好了好了 好 掉了 有聽到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最近 我最近真的好討厭好討厭洗瀏海 我是沒有打算放棄我的瀏海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我很 很不想洗瀏海 所以大家可以一直看到我沒有瀏海的樣子 所以我近期很迷戀於買假髮這件事情 我就這一次先買了兩頂 是瀏海 瀏海髮片而已 那一個是跟我的瀏海長得很像的這種空氣瀏海 另外一個是超級可愛 我很喜歡這一個 它是很短的平瀏海 亮的 那其實這兩塊大家可以看到顏色不太一樣 可能是因為這個比較厚 所以它看起來很黑 那這個看起來就很咖啡色 我就帶給大家看 等一下喔 那這樣大家以後就知道我 如果帶瀏海髮片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頂瀏海我已經稍微剪過了 然後戴起來 就會這樣子 側邊都會有一點點怪怪的 然後我選的這個是有 旁邊還有兩撮 像這樣的 瀏海 不知道為什麼空氣瀏海還有瀏海髮片 只要不夠密 看起來就會很像 出油 這樣看起來頭髮超級油的有沒有 就是這樣 我覺得跟我頭髮色差不算是嚴重 然後因為有戴著帽子 就看起來更自然 這超級可愛 但這個一定要戴帽子 不然會覺得很好笑 西瓜皮造型的 如果不戴帽子的話 就是一個奇怪而已 但我覺得這個瀏海是可以嗎 因為它非常便宜 就是買回來玩 或者是買回來拍照也都很OK 可是它這個 它後面那個 夾子的才縫製其實並沒有很好 因為這兩片 夾子縫的方向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然後它這個瀏海 它原本的設定是平的 可是它那個縫製的時候 是縫的有一點歪歪的 所以我在別上去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對得很準 這樣會變得有一點斜瀏海的感覺 好 那我就決定用這個髮型 跟大家見面 會很奇怪嗎 我覺得還蠻Q的 很不錯的 腳架 它是這種 Pitor你在幹嘛 Pitor剛跳椅子 然後跳失敗 滑倒 買了一個像這樣子 低的腳架 就是如果在吃飯的時候 可以拍一些Vlog 然後因為桌上很少有那個 站得住的立足點 就可以用這個 這樣子放著 如果有牌子的攝影腳架 的話會很貴 一兩千塊都有 那我這個就是想說 買來用用看 因為我不確定 我到底會不會很常用到 像這樣的東西 目前看起來整體都還算OK 但如果你要跟那種 兩三千塊的腳架比起來的話 質感當然是會比較差的 可是我覺得還蠻堪用 然後它整體的重量也做得還蠻足的 感覺不會很輕易的就被推倒還是什麼的 那這邊的話 它是可以旋轉開來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可以讓你鎖相機的 你看它這裡有一顆球球嘛 然後它球球 背面有一個 算是開關的方式 但我覺得這個開關 有開關 有一點點麻煩 就你必須要壓住 很用力的壓住 你才可以比較自如的旋轉這個球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又不想要買那麼貴的腳架 你可以試試看這一種 用看看 我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是一個 面子包 它是一個樹葉 因為我前陣子很迷戀 跟葉子有關的東西 我就買了這個面子包 然後我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它看起來很小 很小一個 可是它是可以裝正常size的衛生紙 這邊是魔鬼沾的 這樣 東西質感很好 因為我之前買的抱枕的質感 還要再更好一些 推推 今天推推的東西還蠻多的 那剛剛那個眼鏡啊 我鏡頭前面展示給你們看好了 等等我會補我們家貓咪的 時代的影片 那請大家乖乖的看到片尾喔 Q耶 是吳亦凡風格眼鏡 有沒有 就這樣戴著 接下來是 這個 也沒有很需要一定要買這個 手機夾啦 如果你有自拍棒的話 你就用自拍棒也是OK的 但這隻比較方便 它可以調整各種角度 你看它像一個怪手一樣 它可以調整很多的角度 它這有做 黏的 這黏性還蠻強的 它會利用這個地方 然後去壓縮它 可能就會吸得更牢固一點 吸吸看 但我現在不太清楚 它是因為膠很黏吸住 還是說 它是因為 它這個地方很特別才吸得住 這樣可以感覺到真的蠻厲害的 欸 可以這樣做嗎 不是 我原本是想說我可以這樣子 看看它會不會掉 但是我好像實測了 那我就 好不會 它蠻牢固的 上面是沒有膠的 OK 那我覺得這個也蠻推薦的 我買的是這種玫瑰金 玫瑰粉色的 摺疊收起來的話 是還蠻方便 就小小一個 接下來一樣也是貓咪的東西 超級超級無理世界可愛的是這個 警察 服 它就是那種搞怪的寵物衣 穿上去之後 只有前面是一個身體 然後後面是沒有包覆的 這一件質感超級好的 我不敢相信這個價錢可以有這個質感 它長這樣 上面黏了很多的毛 已經被摧殘過 可是它所有的那個 布料的精緻度 然後布料的厚度 剪裁 我覺得都 非常非常的專業 就很像cosplay的服裝 那這邊是警察 然後它是很可愛喔 它還有附一個紙可以套住 最後就給它套這個帽子 這帽子超級好看 又是我 好可愛喔 很像最帥貓警長 菲尼莫屬 也是被自己的帥樣迷倒了 好可愛喔 先拿出來 但是美圖手機好看的殼其實不多 從淘寶上面找是最快的 然後我就找到了這個粉紅色的大理石瓶 然後它這邊是那種霧面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不會很反光 然後也不太容易刮傷 上面的那個花色它做的也很不錯 很自然 不會有那種假假絲絲的感覺 不錯吧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一塊耶 我還要買一個草莓的 但草莓的裝起來就還好 可是這一塊裝起來超有質感的 這次買回來的東西 大致上都還滿滿意的 而且很實用 所以趕快熱情的推薦給你們 那就是 因為現在台灣的天氣 真的太熱了 我還沒有辦法穿秋裝 所以我就 先不買衣服 我真的很想要買 可是我很怕我買回來之後 等到我實際要分享的時間 就沒有賣 下一次的淘寶戰利品 會跟大家分享一些耳式的部分 就是最近很常看到我曝光的一些新的耳式 好不好啊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 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喔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還有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哎呀你不要鬧 嗯 快吃吧 喔 喔 你好可愛喔 唐元 唐元的帥只有一秒 好帥喔 好帥喔 看來 你好不像貓喔 豆豆你好像流氓喔 走來 好帥喔 真的說 好帥喔